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肾功能的衰竭等等 这些我们都叫高血压急症 那么对于这一部分患者 我们一般来说要迅速的就医 到专科医院去就诊 那么把血压控制在一个合理的水平 那么高血压次急症呢 就是说血压水平显著身高的同时 不伴有把机关的损害 那么对于这样一部分患者 他的临床上往往相较于高血压急症 他的临床症状比较轻一些 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 我们可能在就诊同时 医生开一些口服药 甚至静脉用药以后 那么往往血压就会得到一个良好的控制 那么血压控制好以后 我们可能医生会做一些相应的检查 除外他的一些并发症 把机关的损害 那么给患者指定一个合理的治疗方案 就可以了